Tima,上一集就讲到拆屋 我们现在就是讲起屋 起屋到底流程是怎样的呢? 你也可以跟我们讲 到底什么屋的设计会受欢迎一点呢? Tima,建屋的程序又怎样的呢?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呢? 当然可以,是你政府给了你的逃利 现在你开始建,是你开始建那里 第一你要拆屋,拆完屋 然后要葛泥,拆完泥等你要做水泥 Foundation,是水泥Foundation 是水泥Foundation,因为是这样深 尤其是有些水,我们又放那些drain tiles 拿所有水走,一整成那里就好了 我们就开始做framing 我们知道在湾华多数是木,椭木 但那些木屋我们外面要做,英文叫rain screen rain screen, make sure它不会有些水进来 放水?是,那里整好,里面我们要做些电,水,地 那样样样样样要做好,等那里搞定 我们要做那些interior finishing 那些molding,那些flooring要搞定 外面做完那些rain screen 我们要有些客人喜欢做stuckle,有些 喜欢做siding,看你喜欢怎样做外面 一做完外面,我们要做landscaping, dc那些行路那些花园,那些都搞定 那里搞定了,叫政府来验好,一验好 那时他们就说ok你都知道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们 你们BC的屋大部份都是木屋 你提到地基,Foundation,Foundation就是石屎 是吗?是,对 至于那些地板,或者你说其他 通常你的客人有什么要求呢? 我知道现在肯定个个都要求要有冷气 这个是一定的,对,对,对 所以这件事在湾哥话变成了 因为现在很热,在夏日期很热 差不多每间屋现在起都要有冷气 但是在湾哥话现在有一样东西 是他们不想别人用煤气 所以是没有煤气,那些地暖变了很少 变成我们现在用heat pump 所以在冷气那里加上heat pump 所以你现在有一样东西 是heat exchange unit 在家屋那里有冷气有暖气 是现在 是 那建屋的过程大概要多久呢? 是要政府,你知道政府拿那些图时间 差不多九个月,但是建那时的时间 那时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是 是 一年左右 是 整件事加上preconstruction 再加上building 大概应该是两年 两年 差不多两年 两年 很多朋友都想问 是不是这家屋建立了 即是可以搬进去住的呢? 对,但你要拿个final 是occupancy permit 对,所以一建完建屋 你要派去政府拿那个住得 permit 一建完建屋 你要叫那些inspector过来 他验好了 一验好了 他说是pass 那你申请那些occupancy permit 一申请了他便会给你了 好,那就可以搬进去住了 对 立即可以搬进去住了 对 那那个又大概要多久呢? 就是批车的程序 一两天 很快 很快 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是想投资 他不是想建屋自己住 就是建那些蚂屋 因为现在Vancouver 其实放宽了很多松林 都容许给你建蚂屋 就好像我有个listing 这个5571framing 这个地址都很肯定可以允建Duelplex 因为它那个宽度的frontage 有44尺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选择 因为你买回来便买一间屋 然后你建了Duelplex 曼屋你卖回来便可以买两间 价钱 是 所以那个投资是非常可观的 其实 Duelplex里面 除了两个单位之外 每一个Duelplex 自己还可以打一个出租单位 说得对 即是四个单位 是有些人 是他喜欢建蚂屋 可能自己住一个 卖了另一个 是没错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找这些地 即是可以建Duelplex的地 还有这么宽 也是非常好的投资选择 那我们要讲一下车房屋 尤其是在Vancouver 即是很流行 现在全部新屋都有一个车房屋 对 另外还有就是出租单位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建三个月 有三个地址 三个门牌 对 三个门牌 所以车房屋多数人是用来出租 那里温哥华的要求是弄成一些声 和你出租和自己住不同 那变成英文叫resolient channel 那个隔声 对 这个也很重要 很重要 那上面 听不到下面 那下面听不到上面 对 没错 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个建筑费 是 现在如果建一间房屋 在Vancouver 是 有一个Lingway House 有在下面楼下出租单位 是 多少钱 现在在温哥华 是想建一间房屋 和车房屋 最少是250元一尺 250元一尺 是 如果建筑费那里又是怎样的呢 是建筑费就是建筑费 它便宜一点 因为你建一间房屋 和车房屋 那时候你建两间 这里就建一间房屋 大一点 还有有两边 所以它可能是240元一尺 240元 好 便宜一点 那我听下去 真的 买一间旧屋回来 然后拆了它自己建 好似更便宜 买个现成建好的房屋 说得对 因为那些人是卖屋 他多数是这样 那些人买 自己买垃圾回来 他建完完 等他要卖出去 他都要赚少少钱 没错 有个利益来 是的 我们在Vancouver 在BC省 买新屋 新楼也好 新townhouse 新屋也好 一定有个叫做250的保养 说得对 如果我们自己买地 建屋 会不会有呢 当然会有 多数是250年这些保险 差不多你的车都一样 第一年那时候 是房屋建完 第一年是建造者 他都担任任何事 唯一是他们不会包装 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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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在10年那里是有那些major problem 的foundation 那些有什么事 他们都会帮你看 OK 譬如说我建了一间屋之后 然后那个窗突然间 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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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謝你們 好 我們今集就講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